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Susan 在中國的人口危機不斷加劇下 各地都在上方設法 吸引外來人口 很多大城市 只要有一個人在當地租樓 它本人和近親都可以落戶 分析指出 中共此舉非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還會造成中小城市空心化 在5月13日 遼寧省會瀋陽市發表 進一步出進外來人口落戶若干政策措施 這個措施提出10條舉動 取消積分落戶的名額限制 亦放寬學歷落戶的範圍 投靠落戶 買樓除遷 同集體戶落戶的親屬範圍 由直系親屬 父母子女夫妻 扩大到祖父母 儀式女婿 兄弟姊妹 同孫子孫女等更親屬 這個措施還包括 凡在瀋陽市務工就學退役軍人 其本人及親屬均可落戶 即使是當地租樓者 其本人及親屬亦可落戶 亦就是說 不管來者是否人才瀋陽都要 只要是人瀋陽就需要 但人口危機是全國性問題 中國其他城市 亦相繼推出各種政策 放寬對人口進入的限制 此舉被棄稱為搶人 在去年12月 湖北省會 武漢取消買樓落戶限制條件 去年11月 江蘇省會南京 而實行租樓納入積分落戶 歷史文化名城蘇州 而實施保障樓租樓可落戶 無樓可除遷 重要港口城市浙江寧波 實施住滿三年就能落戶 山東著名海濱城市青島宣布 租樓亦可本人及近親落戶 去年7月 廣東省會廣州市 而在7個區放寬入戶政策 去年1月 河南省會鄭州市 亦開始實行 一人租樓全家落戶 這些措施等於 變相取消中共從山征以來 就嚴格實施的限制人口流動的戶籍制度 除了通過落戶政策吸引外來人口外 各城市還採取其他多種措施 2024年的山東省公務員考試 安徽省事業單位考試 及內蒙古事業單位公開招聘考試 一律提前 吸引人才的舉動以往都是在畢業季推出 如今已成為城市貫穿全年的主題 如江蘇省揚州市打造四季隱才品牌 財聚揚成 山東青島扮起招聘夜市 山東日照喊出 天天有崗位 月月有招聘的口號 在生育方面 自從中共政府2021年推出三孩政策後 各省市鼓勵生育的各種政策 亦是未曾間斷 中共自刪政的第二年起 即1950年開始實施嚴格的戶籍制度 亦稱戶口制度 1958年中共將人口分為 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大類 這種戶口屬終身不可改變 而且後代亦可繼承 徹底限制中國人的自由流動 中共這種做法等於廢除它自己在1954年 頒布實施第一步憲法中的規定 即公民有遷徵和居住的自由 東三省吉林省 在2021年12月 率先提出 全面開放所有城市落戶限制 成為東北地區寧門南落戶第一省 克隆江省則在2023年6月宣布 所有城區全面取消落戶限制 省戶哈爾濱四個主城區 亦從適度控制人口 轉向落戶寧門南 如今遼寧省亦邁出這一步 根據中共公安部的數據 2022年 中國有1億4千萬農業戶籍人口 落戶城鎮 這一年中國城區 上駐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 已全面取消落戶限制 城區上駐人口300萬以上的城市 在中國只有27個 基本都是直轄市和省會城市 中共公安部今年1月份的消息說 除東北地區 極少數超特大城市和中西北地區 個別省會城市外 其他城市都已全面放開 放寬落戶限制 鑑於中共一本數據造假 隱瞞實情 人口銳減的嚴重情況外界很難知道 獨立讚稿人朱國明揚 對《大紀元》分析指出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 今年1月發表的數據 2023年底 中國總人口約14億1千萬人 而早在2019年 官方就稱中國的總人口已突破14億 既然人口普遍出現負增長 為何總數不變呢? 如果沒有出現明顯的 甚至嚴重的人口短缺 各地為何出現前所未有的搶人大戰呢? 答案應該只有一個 3年疫情奪走了太多人的生命 過去中共運政部通常在3個月內 發表上規關於結婚、離婚和火化遺體等 殯葬資料 然而 2022年第四季的統計數據 卻拖到2023年6月才公布 而且沒有殯葬數據 從此之後的所有民政統計中 殯葬資料的這一項就沒有了 法輪功創辦人李洪志大師 曾在去年1月指出 3年多以來 中共一直在掩蓋疫情 中國的疫情已經死了4億人 這波疫情結束的時候 中國會死5億人 一宗上海公安局數據庫數據泄露事件 也從側面證實中國人口 在2022年中期大概只有10億人左右 上海公安局數據庫 泄露事件發生在2022年7月初 數據庫中包括姓名、生日、地址 身份證和身份證照片在內的數據表 大約有9億7千萬行 分析人士認為 這個數據應是中國全部人口的真實狀況 諸葛明洋指出 對於外界對中共真相的揭露 中共會一概斥之謠言 予以反駁 但就好像九評共產黨發表後 中共不敢出聲一樣 這次中共也沒有否認李大師的說法 中共自己心知肚明 它不敢出聲 因為它一旦表態否定 就會引起大家的廣泛關注 去深究 根據中共民政部去年10月公布的數據 截至2022年底 中國60以上老年人口有2億8千萬人 佔總人口的19.8% 另根據中國中央財經大學去年12月發表的報告 中國勞動人口平均年齡從1985年的32.25歲 上升到2021年的39.42歲 中國人口紅利不再 民政加拿大主席賴建平表示 中國經濟快速下滑的根本原因在於政治 倒行逆施的獨裁政治 令內政外交產生本質變化 習近平的做法不僅嚇壞了外商 更嚇慰了民營經濟 令國際產生轉移 外貿出口罩降 國內投資減少 房地產萎縮 消費不振 失業率高居不下 引發系統性經濟危機 整個經濟狀況表現為通縮 賴建平認為 各種諸如取消落戶限制等政策 最多只能產生一些結構性變化 在甲地買樓 粵地買樓 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 實際上是城市人口的靈和轉移 這樣的政策 也就不可能拯救中國經濟 只是在這裡喝針止喝 最終導致中小城市空心化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易凡 零心採訪報道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 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而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